居住在偏鄉的長者 就醫不方便 家中是常備有承鄉的感冒糖漿 一有症狀就自己開藥 我有要吃新鮮肉 現在吃14c不好了 我如果看不見就好了 眼睛受傷 花了一個多小時車程 到山下大醫院治療 然而如何取得連續處方間 開力的眼藥水 又是一個困擾 拿這個藥水 因為正在這邊的藥體都拿不到 對住在偏鄉 年長或行動不變等 需要領藥或用藥的民眾來說 看完醫生拿了處方間 才是問題的開始 一群藥師看到了問題 於是全台走透透 不論天晴或下雨 不管路途多遠 也要把藥送到有需求的民眾家中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7月19號星期二晚間9點半 行動醫療隊 藥師到你家